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论歌曲的夸奖 评论歌曲的夸奖 评论唱歌的词句 这个就烤到我了 有点烤到我那个位了 等会儿我先去百度一下 我把这些都给它收好 我跟你说给它把它全都收出来 到时候等会儿我就出口成章 我跟你说让他们觉得我很专业 我不能把我文本露出来 我很专业 你的歌声唯婉动听 OK 这一句可以 这就比如说人家如果唱那种很慢的歌 对吧 我就念这一段 如果别人唱爱情的歌 我就在爱情的码头 我然后闪燃烧了我的船 怕夜黑的时候 你这个有点拉垮 这个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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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会不会有点 这字什么字呀 这是不行 这是不是太 这可以 刹那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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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心也随着这个歌声一起起伏 歌曲似乎于我的内心产生了共鸣 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 我都要哭了 OK 然后还有什么让我想一下啊 这个完全不够 这个不够 觉得他唱歌很大气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还比较 比较不官方 这个还比较正终 OK 特别是气声 特别有感觉 但是因为这首歌特别特别的难 然后它的音域跨度特别的大 所以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来听的话 就是感觉高音会有点太尖了 然后就是几句的音准 你要需要多注意一些就好 嗯 这么专业我该怎么办 感谢神二的点评 阿团到你了 啊 是这样的 俺也一样啊 俺也一样 上面两个话呢 已经被上面两位评委们说完了 那么我还是要有说出我的话啊 首先第一组队员的话 他们是 这是单排 对吧 他们两个人的恶意组队 我觉得这一波的话 非常的不合理啊 我要批评一下你们 我该骂我就得骂 啊 单排 你们两个组什么队 啊 你们组队 这就是恶意组队 跟你说 要封号的 我跟你说 好吧 呃 然后呢 第二个同学的话 就是唱的非常的有感情啊 特别是前面的话 就是一种很舒缓的那种抒情的感觉 然后到后面突然砰就爆发了 啊 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好听啊 我直接带入进去了 人让我带入进去的很少很少啊 很少啊 那么第三位同学呢 我要替第三位同学说话了啊 因为第三位同学的话 他是一个男孩子对不对 他唱的那个歌 那个歌是非常的难的啊 你看我一个女孩子我唱 是很高的 所以说他表现的已经是很完美了啊 我说完了 过 第二回合 好嘞 到我们阿屯了 那歌声从河淡河岸边飘过来 仿佛一阵清风刮过我的心房 听得我都入迷了 仿佛我处于大自然当中 歌声随着我的身体 让我轻飘飘的浮在了天上 你们的歌声令我赞不绝口 令我心潮澎湃 此音只在天上有 人生难得几回闻 请问我还能够有多少机会再听到呢 真的是太幸福了 谢谢你们 你们唱的都很好听 我把每一首歌都刻在了我的心上 我决定要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还要在脑海中不停地回味 一分一秒都不会忘记 阿团真的说得很好 也说尽了我们大家的那种心 superhero 孩子 这是iderota 这 discipl stata Еще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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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